古代家训大都浓缩了做着毕生的生活经历 人生智慧 不仅他的子孙可以从中获得 金人都来也大有可借鉴之处 诸葛亮的借字书 可谓是一篇充满智慧之语的家训 文章短小惊悍 都来花人深省 因此成为后世历代学子们修身励志的名片 真正的智慧可以超越时空 历久弥新 那么从这封书信中 我们还能够得到哪些启示呢 那么这封书信给我们的第三点启示 就是要充分的认识到 时间的单向流动的性质 并且尽可能的想方设法 对时间进行必要的科学管理 时间是一种客观存在 它具有单向流动一去而不复返的这种性质 正是因为认识到了时间的这种属性 所以从很早的时候开始 中国古代的历朝历代的名人 就想方设法对时间进行必要的管理 其实诸葛亮本人啊 也是一个对时间进行科学管理的践行者 我们提到诸葛亮 往往会把下面这些词和他联系在一起 什么鞠躬进翠 死而后已啊 树心夜魅啊 夜以即日啊 等等 其实呢 正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吧 加上对人生的思考 所以诸葛亮的写给儿子的这方书信里边呢 非常语重心长的告诫自己的孩子 说一定要避免年语时辞 一语日去的这样的这个悲剧发生 这个诸葛亮的这种告诫呀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也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我想当家长的往往会遇到两种孩子 一种呢 是不知道珍惜时间 一种呢 是不知道如何去珍惜时间 那么对于第一种孩子呢 我想给他们家长的建议呢 就是一定要自己率先垂饭的 做一个珍惜时间的这个榜样 或者典范 同时呢 告诉自己孩子们时间是具有意味性流动的这种性质 它一去而不复返 那么对于不知道如何珍惜时间的这些孩子呢 我想对他们的家长说的是呢 就是要跟这些孩子一起啊 想方设法 对时间进行这个精细管理 我记得前苏联有一位科学家 他曾经将自己每天的这个工作时间啊 做进一步的切分 就把每天的工作时间呢 由我们通常人所说的按小时计算 或者按一天半天计算 他改为按15分钟一个单元计算 把每一个15分钟呢 都写明了要做什么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非常精确的 对于时间的这种切割和计量和管理 这个人呢 后来在科学研究方面啊 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 我想这个无论是古人啊 还是金人 其实如果你想要成就一番大的事业 就要想方设法的对时间进行科学的管理 那么这方书信给我们的第四点启示呢 就是要充分认识到啊 多不皆是的危害 所谓多不皆是呢 就是不愿意和外部世界呢 多接触 那我们都知道啊 社会化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因为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 那么如果不能很好的社会化 就是说多不皆是的后果呢 往往会非常严重 我跟大家呢 在讲进会帝司马中的故事 司马中呢是习近帝国的第二任皇帝 这个人呢 应当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很多笑话 其中之一呢 是所谓的和不食肉米 这样一个笑话 这个故事说的是什么呢 说有一年啊 习近帝国赤地千里闹灾荒 老百姓流离死所吃不上饭 手下人呢 就把这样的情况啊 就报告给了皇帝司马中 司马中听了之后啊 非常吃惊 非常不解的问手下人说 说老百姓吃不上饭 何不食肉米啊 肉米就是肉粥 说那他吃不上饭 为什么不喝点肉粥呢 这个我看到有很多人啊 都据此呢 认为这个司马中是一个傻子 是白痴 对于这种判断啊 我不是非常认同 在我看来 司马中之所以会闹这个笑话呢 是因为他多不皆是的结果 就是他跟外边的世界啊 接触的很少 因为他自幼长于深宫之中嘛 他不了解皇宫以外呢 是另外一番天地 可能在皇宫里边最差的伙食呢 我分析就是肉米 也就是肉粥 那么照此推理呢 司马中肯定想了 说那个这个皇宫以外的这些老百姓啊 不要那么挑剔了 是吧 你吃不上好的伙食 那你吃点叉的伙食吃点肉粥也不是不可以的吗 当然这是我的一种推断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个何不吃肉米呢 我觉得确实让这个司马中呢 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名声 诸葛亮他在写给自己儿子的这封书信里边呢 在最后非常语重心长的提出 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呢多不揭示 因为那样做的结果只能是揹手穷炉 将负合集 所以这个诸葛亮对于儿子的这种告诫啊 其实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 其实也是一种很深刻的警示 因为我们毕竟啊 还是生活在一个真实的物理时空当中 尽管互联网已经到了所谓的互联网家的时代 但是呢 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在虚拟的网络时空里边完成的 那么为了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还是要想方设法的多和外部世界接触 那么在本讲啊 我们花了一定的篇幅呢 讲述了诸葛亮老师的家庭教育智慧 纵观诸葛亮这个他的一生啊 尤其是他的家庭教育智慧呢 我们发现他往往在教育自己儿子的时候呢 都是大处作眼小处入手的 应当说呢 是煞费苦心的 正是这个由于这种这个非常用心的对自己的儿子呢 进行方方面面的这个家庭教育 所以诸葛亮的这个儿子诸葛瞻啊 后来呢 虽然他的才能和水平呢 赶不上诸葛亮 但是呢确实后来在国家面临这个危机存亡的时候 他能够挺身而出 这个为了保家卫国 不惜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记得前人啊 曾经写诗凯探 或者说称赞 诸葛战说 自谋随不服为主 忠义真堪 祭祖侯 好 本讲就是这个 谢谢